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拍冷知識 字幕提供 又發生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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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上電視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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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Action 又來到年尾結算的時間 拍電影 拍電影嗎 再來 Action 又來到年尾結算的時間 2017年香港天氣大事回顧 李鳳凝 你覺得哪一件事才是年度之最 還要問 當然打了很多次封 2017年一共有五個熱帶氣旋 令天文台需要發出8號 或者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分別有6月的秒拍 7月的樂剛 8月的天甲和拍卡 還有10月的卡路 平了1964年和1999年紀錄 當中的超強颱風天甲 更加在香港天文台的西南偏南 只有60公里左右略過 繼2012年之後 天文台又再一次需要發出10號風球 風暴潮令到側如沖的水位高度 只是僅僅低過1962年溫代過一次 香港很多低瓦地區都出現了嚴重水震 是 雖然天甲雜港期間 香港的天氣很差 但你又記不記得 在他未來到之前 間接領香港破了歷史高溫紀錄 在8月22日 香港受到天甲前沿的下沉氣流影響 天氣又熱又焗 天文台總部錄得的最高氣溫36.6度 是天文台130多年來最高的溫度紀錄 其實今年熱的日子又怎知那天 今年全年來計熱夜的數目 也就是氣溫全晚都在28度 或者以上的日子數目有41天 是有紀錄以來最多 你都說得沒錯 不過天甲又真是2017年最多香港人關注的熱爆本地頭條 氣候變化是會令到極端天氣越來越多 好像天甲這樣的例子 將來可能會越來越上見 所以我們一定要正視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一起節能減費 總括來說2017年的天氣一個字 多風和熱 這麼多一個字 現在在流行講 今晚這麼開心我們就開玩笑 各位觀眾我們下年見 拜拜 拜拜 每碗兩段的空間 kier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